小叔 小叔 小叔,他没起来了 他在那个,起来了 你奶奶是谁做的 找工作的人 哦 这么多教育啊 你好 你好 我媳妇啊,比你很穷 你好,你好 小宝宝 这是我小宝宝 什么时候搬过这个 过来两个月 有了宝宝以后 那边在行客庄租了个大院子 那大院子条件稍微差一些 然后后来找到一个契机 找到这个 然后就立马静下来了 然后收拾一下 给媳妇宝 在这边跪下位方便一些 哎,佳瑞来了 哎,佳瑞 你在楼下是吗?我听到你声音了 过来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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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一会儿我也挺迷茫的 因为做这个东西 跟我之前做的雕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我有几百个这种符号 但是一张图放下 它应该是一个造型艺术的一种方法论 包括 你看打个比方用这一件 这个就是这个 包括我做的还有其他的雕塑 它都是根据这个符号来的 它应该就是 把这几个元素全部组合起来以后 就是说随意的变换 就是解决了一个 造型上的一个关系 这一件 其实也是我这个符号系统里边的一件 是这个 这个造型符号里边的 根据那边来的 做的这一件 它是一只 猫跟鱼的一个 一个结合 这些是我 近五六年的 所有的手稿 应该有十多个本子 里边 里边全是我做的一些 实验 这就是你关于符号的研究的一些笔记 对 嗯 其实这一个 这一个 这张图 它来源于我做的一个梦 突然从梦里醒来以后 你就发现 好像短暂失忆一样的 我半夜醒来以后 我对身边所有东西都特别陌生 然后我看到自己的作品也陌生 然后看到我身边的东西 我自己 包括自己用的东西也很陌生 我就坐在工作室里边发呆 后来我就 我就看了身边的东西 我就觉得 就回到了原点 就是追根溯源吧 我就想 身边所有的东西 不都是由点线面 圆三角方形所组成的 就出了这张图 对 哦 包括这边的符号的由来 这是我的命根的 哈哈哈 创作的来源 嗯 这个方法论还是很有 很有实践性的 会对未来的 包括初学者 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吧 从一二年开始创作的 叫小人物系列 还有几件正在铸铜厂铸造 这些材质是玻璃缸的 还有铸铜的在铸铜厂铸造 嗯 最近再做了几只遗寒 那这边的话 是我最近五年做了一百多件这样的小件 主要是体现一些线在雕塑里边的运用 在一个东方语境 咱们骨子里边挖掘的一些元素 12点了 那咱们一起去吃个饭 好嘞 随便吃点 都被你结账了 我安排 我是错人了 我安排 是 能干什么 能干什么 在一个有信心的夜晚 没记忆从头顶飞过 流行夜 窝破那夜空 虽然说 人生 并没有什么意 但是爱情 都挺上镜啊 确实让生活 更加魅力 有些人 那么这边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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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吃了 我喜欢 这边 不吃了 不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